都说女人对待婚姻不忠心,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 不管两个人的感情有多么好,总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发生争吵 稍微似两个人走向离婚的这条道路上 当初两个人心爱的时候,整天都在一起,形影不离 甚至有的时候都想成为对方肚子里的回从,想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可是时间丢了,两个人之间那种甜蜜感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一个男人变了心,并且在他的心里早都已经没有了你这个女朋友存在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在微信上有着四种暗示 一,不再关心你 当一个男人心里没有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初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他会每天都会把你照顾得非常好 并且连你每个月来大姨妈的日子都记得清清楚楚 每当你发朋友圈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就会成为第一个秒战的人 可是有一天当一个男人心里没有你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对你的事情都不感兴趣 像这种男人很明显就能够判断出他其实对你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感觉 虽然现在还和你一直保持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其实他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去和你提出分手 啊,不再找你聊天 当一个男人不爱你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他和之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虽然有的时候在你需要他,他还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可是一次两次无所谓,如果次座多了,他就会离你越来越远 每次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他都不会再像之前那样第一时间去你身边陪伴你 并且去安慰你,四到如今,即使他自己有很多空闲的时间 他宁愿和朋友出去打球,上网都不愿意抽出一些时间去浪费花在你的身上 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出你在他心目当中一点地位都没有 并且他觉得现在只想离你越远越好 三,不再为你花钱 当一个男人爱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你花钱非常舍得 并且还经常会给你买新衣服 甚至在节日的时候还会为你精心布置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 虽然这场景不是很昂贵,可是这毕竟是他的心意 只有一个真心爱他的女人才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意思 可是有一天,当一个男人心里没有你的时候 那么你在他心中的位置,连一只小猫小狗都不如 甚至在你过生日的时候,他都像个无私人一样 似乎一切的一切对他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出眼前这个男人,他早就对你已经没有了感觉 四,性生活降低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性需要都非常的强烈 甚至在和对方分开的时候,他们都会找一种自卫的方式去替自己解决 当一个男人爱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需要他的同时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满足你 并且在他的心中全部都是你的影子 他把你视为手心里的宝贝,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 可是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他和你之间再也不会进行防止 并且在你主动的时候,他还会去说一些难听的话 之前他被你称为一夜七次郎 可是事到如今,你会发现即使你不穿衣服出现在他面前 他都不会去多看你一眼 以上就是一个男人心里没有你时,在微信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迹象 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女人,那么就不要对那个男人再抱有任何的希望 因为不管你怎么做,在他看来都是理所 其实有的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爱,没必要在一个树上吊死 虫儿错过了很多人,离开他,你会发现自己也照样活得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